务须变法的原因与结果 西元1895年,清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 中国逐渐意识到历经三十多年的自强运动成效有限 甲午战争如同中日两国面对西方势力侵略亚洲 各自维新变法后的验收考试 19世纪中叶,中国与日本同样受到西方劣强的侵略压力 若不谋求改变,随时有丧国入权的可能 中国自此展开了自强运动 然而,打起运动的大臣们怀抱,师宜长计以质疑的想法 他们特别重视武器、技术等器物层面的改革 并认为不出几年,中国一定可以重新恢复天朝上国的地位 日本则与中国不同 他们看到器物背后还有制度与思想支撑 而这些才是西方强盛的关键原因 因此他们选择全面仿效西方 开启了明智维新,一切以复活强兵的目标前进 回到中国的情况,当自强运动推行于30年后 清廷一度拥有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北洋水师 但在甲午战争中,其战斗力无法发挥 与全面仿效西方的日本海军相遇,竟然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战败后,光绪皇帝意识到 自强运动中仅仅学习西方器物是不够的 必须要像日本一样在制度面上进行改革 光绪皇帝是同治皇帝驾崩后继位的皇帝 他不是同治皇帝的儿子 但受到慈禧太后支持,得以继承皇位 光绪24年,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建议 推动变法,打算从制度面着手西化 以求国家富强 康有为自幼参与科举考试,却屡次未中举 但是他关心国家与时事,积极吸收新知 并开班授课,为学生讲解外国文化 梁启超则是慕名而来追随他的学生 当甲午战争结束 自强运动被宣告成效不如日本后 为了挽救国家,康有为多次联合 参与科举考试的读书人上书,请求朝廷变法 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 接受了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建议,正式下诏变法 变法内容涉及教育、军事、经济与政治等诸多方面 像是政治方面要精简政府机构,以财态涌元 而在教育方面则设立经师大学堂,以革新教育 武虚变法的利益很好,也切众部分需求 但是,像是财彻、荣元等诉求 无疑是动摇守旧派的利益 因此未能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 且政坛上传言,若是光绪皇帝掌握更多权力 将会除去太后 慈禧太后发现事态不利于己 因此联合守旧派大臣发动武虚政变,软禁、公序皇帝 杀害或罢黜许多参与变法的人士 汤友为与梁启超,则被迫逃往海外 而新政宗,除京师大学堂外,其余皆遭废除 此次变法仅维持一百天左右 因此又称百日违新 由于这年正是务虚年 因此又称为务虚变法 这就是务虚变法的经过与结果